我们下一题来看一下有关雅虎股市这一题 雅虎股市这边的话基本上跟前一题也有点像 但是它基本上这个网站我刚刚讲过 这个网站因为是很老的网站 所以它会有一些东西没有 所以没有的话怎么办 没有的话就有没有抓的方法 理论上第一个我们要抓的就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区块的东西好了 比如说我这个是水泥个股 但当日行情里面它有水泥一直到什么ETN 这个区块的资料如果我希望全部抓下来的话 然后把它抓到哪里呢 也许就抓到我们的档案或者database 或者输出成一个CSV档或者存在资料都OK 不过做存档跟资料库之前你需要把水泥个股的资料先抓下来 那我希望怎么样总共有这些栏位包含就是股票代号 12345678911个栏位的这些资料通通的帮我把它爬下来 那首先当然一样我们固定规则 先检查一下什么这个的标签检查一下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TH 然后外面一层的话是TR 特别是在外面一层是TBody 不过这TBody一般比较少用 有的就直接上面就是Table 所以通常它的Table就是表格 一个表格 所以这个一个整个表格 它基本上里面的话 下一列的话就是TR TR的话就是一个Table Row 也就是说这个TR里面放了很多个TH 因为TH就head Tablehead OK就是Table里面的栏 那个head就是栏位名称 然后再下一个的话就是这一个 就是第一笔资料台泥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就是又另外一个TR TR里面的话每一个储存格就是TD 那TD里面的话就会放它里面 该放的资料就放在TD里面 这是它一个基本结构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 它这个Table 有Table的标签名称 但是没有Class的名称 你会放在这边 奇怪怎么找来找去没有Class 你在网上找也没有Class 因为它这个网页基本上是很旧的一个版本 因为那时候CS还没有新盛 所以他们就没有加CSS 我再猜 那所以会造成一个问题 没有Class怎么办 如果没有Class 像我的习惯 我就会用另外一招 什么另外一招呢 就是因为我要找的第一个最大的范围是Table 其实有点像模拟那个什么 模拟那个Excel里面有一个就是抓网页资料 叫重web功能 它那个重web功能里面会帮你建一个一个物件叫 亏率Table 就是去帮你查这个网页里面有多少个Table 多少个表格 那我因为我如果已经知道说它是在哪一个表格 我就抓那个表格就好了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知道 它是在 哪 第几个Table 所以我刚刚有跟焦哥一个另外一招 Ctrl加F 把这个复制一下 Table 然后Ctrl加F 就是在这个检查原司码这边 按CtrlF的话 这一招还蛮重要 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就把Table把它贴到下面 他会跟你讲说有15个Match 意思说有找到15个 不过特别注意 请你在Table前面 再加一个符号 加一个小余 因为如果你不加小余 会变成说你找到的有一些怎么样 它根本就不是标签 有没有发现 这上面这边根本就不是标签 他也找到了 如果找到的话 根本有没有 这上面这些 那就不算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找的应该是网页标签里面的Table 而不是说像这些 这些Table不是我们要找的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Table前面加一个小余 这个时候本来是15个 它这个时候就出现7个 也就是说在这个网页里面有7个Table 那我要知道说到底哪一个是我要的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请你按什么 向上或向下 那现在在第一个 所以我就向下 你会发现它会跑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已经有了 第三个按一下 第三个跑到上面去 第四个 所以你会发现它第二个好像就整个大的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是上面这个Table 再下一个就是这一个 所以理论上我们再下一个第五个 第五个什么也是 所以它是一层里面又一层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是第四个 第五个 所以是这个Table 里面又一个Table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Table 里面又一层Table 那我要的应该是第五个 所以特别是你要去找到最里面的那个才是 不然的话里面你找到了 你要去抓里面知道7块怎么抓不到 因为它还在里面 所以一层一层的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已经找到第五个 看它们第六个 第六个在哪里 第六个跑到下面来 所以下面这个有这个Table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理论上我找到的 就是在这个网页里面 总共有7个Table 7个表格 那你想说老师 可是有些地方好像看起来不是表格 为什么 因为早期 如果是早期做网页 都用Table去做排版 也就是说 其实上面都是用它来框起来 有点像那个刚刚的台彩DIV的角色 其实理论上新的那个网页技术 排版都用DIV 很少人用Table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判断说 到底这个网站的技术是新的还是旧的 如果它里面一堆都是用Table去排版的话 那理论上这个网站应该超过20年了 真的后来没有人再用Table去排版了 早期我们真的用Table去排版 但是后来都用DIV了 OK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已经知道它的位置在第五个了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那我再来就是用Find Find就直接Find第几个 Find第五个就好了 把第五个抓回来 然后分析第五个里面的东西 再去切切切切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表格切完之后 输出一个CSV 打开就是这个区块11个栏位的东西 那我该怎么做